大家好,为了在战略上围堵中国 美国的政界精英在亚太地区设计了经济组织TPP 以及战略联盟组织印太四国对话机制 然而这两大战略设计都受制于美国内政的影响 前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为了讨好美国经济保守主义者们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 而中国方面则是转手宣布启动加入TPP的谈判 现在的拜登政府虽然继承了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的运作 但是最近美国内部债务上限问题相当的棘手 在此情况下 拜登方面宣布参加完在日本所举办的G7峰会之后 就直接启程回美国 取消原定于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美日印澳四方对话 以及原定于访问南太平洋国家的一系列行程 拜登的这个决定让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方相当的失望 至于南太平洋国家热烈期待的历史上第一位美国总统的访问 被取消之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想美国方面也根本就不会关心 当然拜登做出这样的动作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美债上限危机 如果不能够被拆除 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那必将是爆炸性的 那么关于本次拜登的亚洲行程 以及取消之后 两个重要的这个行程的这样的计划呢 究竟会产生哪些连锁的反应呢 中美两国在亚洲的博弈又会走向何方呢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到说到 首先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我们特地从老家安徽晚南地区带来了中国历史名茶 也是中国十大名茶黄山茅芬 现在购买的朋友可以享受折扣优惠价格 黄山茅芬是生长在高山的嫩芽 平均海拔800米 年平均气温20度 年降雨量2000毫升 年日照时间呢 这个大于2000小时 这样的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黄山茅芬的独特高品质 好口感 无论是自己品茶还是馈赠亲朋好友都是上家的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节目下方的说明栏里面的微信 那么和成月频道的同事交流购买事宜 也感谢好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全力以赴再接再厉 为大家奋献优质的节目 我们言归正传 美国白宫方面在5月16号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周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兴几内亚的这个计划 他将在5月19号至21号到日本出席G7峰会之后就立即回国 处理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问题 分析认为 这一事态凸显出美国债务上限谈判之紧迫之严峻 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所形成的这种掣肘 5月16号 拜登在与国会领导人就债务上限问题会面之后正式做出上述决定 拜登说 作为总统 他不得不兼顾多项议题 他将在访问日本期间继续关注债务上限问题 拜登同时也表示 他已经就推迟访问澳大利亚行程 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沟通 白宫的新闻秘书皮埃尔还表示 拜登已经邀请阿尔巴尼斯在适当的时刻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阿尔巴尼斯就表示 鉴于拜登下周不再访问澳大利亚 那么原定于下周在悉尼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改在本周末在日本举行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 由于在日本的极其峰会之后 拜登就要紧急回到美国去 处理他的债务危机 那么在日本方面原本已经设定的行程 必然也会受到所谓美日印澳临时塞进来的这个行程所影响 而各方呢原本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这个打乱不仅仅是关于极其峰会的行程 美日印澳的这个对话的行程 那么还包括原本计划访问澳大利亚的日本印度这个相关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原来在极其峰会期间也都有自己的行程 所以说呢美国方面改变行程之后 他的牵扯面还是比较广的 那当然为了维护外界的一种感官 原来的峰会计划被取消之后呢 在这个极其峰会日本举办期间 临时塞进来一个所谓四方安全对话 实际上我想这个最终结果呢 一定是在各方都不爽的心情下草草收场 皮尔还表示 美国总统团队已经与巴星的总理进行沟通 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泰岛国 但是巴星方面现在没有给出立即的置评 白宫发言人科比表示 国内债务谈判波及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令人感到相当失望 按照计划 拜登原本将在日本出席及其峰会之后呢 那么于5月22号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进行历史性访问 他原来呢将成为第一位到访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 另外呢在短暂的停留期间 拜登的这次访问或许会将促成 美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敲定防务合作协议 拜登原先还计划在巴星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十余位领导人来举行会议 那么现在呢既然习成取消 那么所有原定设定的计划也都全部取消 随后我们看到原本美国的计划是在访问南太平洋岛国之后呢 就去到访澳大利亚悉尼 并成为十年来首位在当地议会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 大家想一想原本在南太岛国有十几个南太岛国的这个国家要和拜登一起开会 那么拜登取消行程 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实际上呢都会产生形成的变更 另外如果去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啊这个悉尼 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讲话 想定原本澳大利亚国会的议员们早都请好假或者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就来听美国总统美国爸爸的训话 但是现如今呢 美国总统拜登不来了 那么这些议员们的行程也都肯定是被打乱了 随后呢拜登计划在5月24号呢 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领导人一起出席四方安全对话 其实呢拜登的这个决定他不只是放了澳大利亚的鸽子 我们前面说了 原来计划访问澳大利亚参加会议的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 同样感觉到被冒犯了 当然即便如此呢 印度方面的莫迪总理还是决定继续访问澳大利亚的行程 那么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他的主要的议程呢 肯定都已经发生重大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袁珍就指出 中国是拜登此行啊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对南太平洋地区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 而近年来呢 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深化 尤其是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 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才有所增加 袁珍指出美方为此次的这个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包括要恢复与地区国家的外交军事合作 但是由于受到美国内政的影响 拜登政府难以为此投入太多的资源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上面所介绍的情况 另外拜登本来计划访问巴兴之后到澳大利亚的一系列行程 那么取消了之后呢 实际上以本来的原先设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与南太平洋岛国联盟之间形成某种互动 扩大合作的这个猜想呢 也就自然取消了 现在拜登总统的这样的这个变化 形成的这个变更呢 也引发了很多的舆论关注 美联社就注意到 在原先计划的三战行程当中 有两战被取消 这也是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遭遇的一次挫折 尤其考虑到美国在外交领域 日益重视太平洋地区的背景之下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拜登缩减外访的行程表明 美国的领导角色不可避免的被减弱了 路透社的报道谈到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学者波林表示 缩减行程将会打击拜登拉拢太平洋岛国的努力 很显然嘛 我想就拿我们个人来说都不喜欢被放鸽子 对吧 你说谁谁谁请吃饭干嘛的 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到了都做好了 结果呢请客的人不来了 你说这个其他人究竟是什么感觉 反正呢被放鸽子之后心情多少有点不愉快 我想呢白宫方面会在短期之内呢 找到一些补偿合作伙伴的一些方法 最起码呢这个说一些好听话 这个事情呢我想也是会做的 但是呢不管怎样 你放了别人的鸽子 这就是事实 所以呢这也进一步的证明 美国国内的功能失调削弱了美国在国外的实力 同时呢谈及拜登临时取消访问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 袁真也表示一方面这可能会凸显美国对南太地区不够重视 以及美国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美国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一次访问临时取消 预计呢也不会真正的逆转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趋势 毕竟呢大家都是成年人 只要美国后续继续呢能够给出一些啊这个啊合作的一些意愿呢 毕竟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强国 相关的南太小国呢也没有太多的资源与美国进行博弈 那么我们看到不管怎样南太地区的国家普遍不愿意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 而是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通过与大国的合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同时美国债务危机也确实是迫在眉睫 考虑到巴西与澳大利亚之行的重要性 拜登临时取消行程 凸显出美国国内债务上限谈判之紧迫严峻的形势 这场危机始于今年年初 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 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相比之下 美国在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它的这个GDP 约为25万亿美元 为了避免债务违约 美国财政部随即开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 但是暂停某些例行的开支 以维持关键支出等等举措并未奏效 5月1号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向美国国会发出警告 按照当前美国政府举债的速度 美国可能最早在6月1号就会触及现行法定债务的上限 而触及红线就意味着美国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甚至再次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 而这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白宫和民主党方面就呼吁 美国国会要抓紧通过立法来提高债务的上限 而另一边目前在众议院占据微弱优势 掌握着一定主动权的共和党 开出了一系列的条件 包括要求政府将今后10年的联邦财政开支 削减4.5万亿美元 并取消一部分清洁能源减税政策等等 在此前提之下 共和党方面将批准把债务上限额度调高1.5万亿美元 不过美国白宫方面的态度也是相当的坚决 认为美国国会必须干净利落的提高债务上限 而不附加任何条件 显然这一个想法本身与共和党占多数的议会 实际上是根本谈不拢 而最近我们看到 白宫官员与国会议员进行了多轮的谈判 但是迟迟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 双方都不愿意做任何的退让和妥协 复兰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潘瑞指出 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债务上限危机迫在眉睫 一方面正如多数历届政府那样 拜登政府也依靠大举举债来维持政府的运作 潘瑞说除了美国克林顿政府短暂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之外 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出现了财政赤字 而拜登任内所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等等这些法律 那么涉及大量的国内投资和补贴 同时美国军方的军费高企导致联邦债务不断累积 触及债务上限难以避免 而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的加剧 债务上限问题也日益沦为两党之间竞争的工具 从以往来看历次联邦预算或债务谈判陷入僵局 军会由于府会分裂 民主共和两党往往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政治博弈 潘瑞说在野党会充分的利用相关的问题向执政党发起挑战 来争取让步满足自己的诉求 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现实背景就是 2024年美国大选选战已经打响 两党更有理由来展开博弈博弈 潘瑞说拜登已经发起竞选连任 在预算项目上预计会向自己的票仓有所倾斜 而共和党方面呢也是瞄准了来年的预算 试图削减对民主党阵营有利的项目 虽然债务上限是一个经济议题 但是却蕴含着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的多方面考虑 潘瑞说目前双方分歧严重 拜登政府难以接受共和党方面所开出的条件 而为了两党斗争来买单的 可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老百姓 一方面债务上限危机将影响美国政府的正常运转 包括一部分联邦机构停摆等等 尽管呢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次的情况可能会比以往要更为的严峻 潘瑞说正如美方一些经济学家所发出的警告 如果全球头号经济体美国陷入债务的违约 或许将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 目前看来美国能否避免债务上限危机 取决于两党能否在6月1日达成妥协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两党往往会拖到最后一刻 迫于多重的压力呢 反复权衡利害之后 最终才会达成某种妥协 拜登也在上周表示 有些谈判是在最后一刻来进行的 但是呢 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恐怕很快就会重演 潘瑞表示 以往美国政府需要2万亿左右的债务提升额度 才能够满足需求 眼下共和党方面开出1.5万亿 意味着拜登日内可能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的危机 两党博弈也就会随之持续 总体而言 此次拜登因债务上限危机迫在眉睫 而临时的缩减外访的行程 是美国国内政治两党斗争 牵扯美国对外交往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个袁真就说 最近的事态也凸显出 美国外交和美国内政议题的联系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紧密 考虑到政治极化 党争加剧短期之内难以得到解决 以及2024年大选的到来呢 美国国内政治对于外交的牵扯将会愈发的凸显 我们知道 谈到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呢 我们这里要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对话机制呢 简称为KOUAD Quad 它是指呢 美国、日本、印度与澳大利亚 这四个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战略合作框架 目的是要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概念呢最初是在2007年所提出 但是最近一些年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推动 美国四方安全对话的目标是通过加强合作和对话 当然是中国周边的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对话 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身的影响力 自身的话语权 当然美国自己呢会标榜所谓啊 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 促进自由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等等 反正总是呢给自己呢啊 这个贴上美好的标签 但事实上谁都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利用中国周边的这些大国呢 来和中国玩地缘政治的游戏 四方对话合作的关注点呢 包括像海上安全地区稳定 反恐合作啊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 四方对话的成员国都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和一些领域呢 那么进行一系列一系列的这个关切 比如说呢 中国在啊中国周边地区事务上 像在南海地区啊中国台湾等重大的议题呢 美国方面都希望能够插手 这正是中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四方对话成员国通过加强军事合作 加强情报共享 进行联合演习和高级别对话等等方式 来应对这些挑战 最近一些年来 四方对话合作在不同领域呢 的的确确取得了一些进展 特别是成员国之间加强海上的安全合作 举行联合的军演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等等 他们也就地区问题定期举行高级别的磋商 以协调立场并加强合作 但是美国四方安全对话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呢就是四方安全对话里面的 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 他们自身的立场都很不一样 他们在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方面 那么如何和中国进行交往方面 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分歧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 既然美国是利用地区大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呢 那么四方安全对话自然会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中国认为这样的一种合作是对其中国的安全和利益的一种干涉 现在拜登呢他选择去参加G7峰会 那取消四方安全对话这个会议呢 实际上也凸显出目前的这种状况 印度方面呢在全世界啊都是只要自己有利可图 反正呢他和谁啊什么样的合作他都去 比如说过去的军火 他从欧洲买从美国买从这个俄罗斯买 各种各样的军事合作啊非常的多 但是印度自身的这个军事武器的国产化程度呢 却并没有那么高 我们知道不同的军事装备呢 它的供应链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呢印度方面啊就变成了一个军火大超市 那么印度呢和俄罗斯之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也参加了金砖的这个组织 也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 同时呢印度又是这个四这个美国所主导的 印太四国安全对话的成员 那么印度呢也是和美国进行更多的 这个地缘战略的合作上面呢 也表达一种暧昧的态度 但是呢印度方面又不是完全的跟随美国 而比如说关于什么制裁俄罗斯啊等等 印度呢就完全不会跟随美国的步伐 而是继续从俄罗斯买很多便宜的能源 而至于日本方面呢 反正对吧这个作为美国的小小弟 自然呢是处处跟着美国 但是日本呢也有日本自己的想法 他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也非常的深厚 你让日本完全无故自己的国家利益啊 来和中国完全搞对抗呢 也不太现实 而澳大利亚方面呢 不同的政党对和中国之间的合作的态度呢 包括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呢 都非常的不一样 而现在的澳大利亚工党执政的情况之下呢 实际上在不断的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相关的过去的经贸的一些摩擦呢 现在也在逐步的恢复 所以澳大利亚呢 也选择了经济现实主义 对吧 赚钱 吃饱肚子啊 和中国之间保持好的沟通 另外澳大利亚呢 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在这个南泰地区 那么与东南亚呢 也都是在一起 所以呢 地缘政治就决定了 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多的本钱 和中亚洲地区 特别是中国啊 那么把关系搞坏 所以美国虽然它有这样的诉求 这样的目标 四方安全对话啊 这样的机制呢 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呢 想要推出具体的政策 大家在一起吹吹牛 对吧 这个啊 大家呢 这个相互应付一下 问题倒不大 但是呢 具体的政策却难以推出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 拜登政府会选择 参加这个G7峰会 而取消四方安全对话的 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呢 拜登是认为 当前的这个 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的重要性 是有限的 甚至可能是觉得 可有可无的 那至于未来亚太地区的局势 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们也持续的观察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